然後他就是說他的先生很帥什麼的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比 就是那個螢幕上有很多韓星 那時候很紅的那些韓星 那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話說 他就臉臭 他就把那個麥甩在椅子上說 年輕人在那邊講話口無遮攔 我想說 我也真的就不過是說一句 哪裡像 然後那時候旁邊那個曖昧對象 還跟我說 你怎麼會這麼不了解你自己呢 你以為你跟人家一樣嬌小 然後就覺得好傷人喔 真的 那一刻想說原來高也是一種錯 而且高個撒嬌 連我自己都想打自己 高個撒嬌真的不好看 真的會連自己都想給自己兩句 比如說以前小時候就是 會這樣勾著要去吃飯 親愛的我們去吃那個麵餡好不好 麵餡那吃哪一家呢 我們去吃那個大腸麵餡 大腸麵餡有好幾家 大腸麵餡 就是你上次那人家去吃的 不舒服 是不是 如果他又168 來 168 然後我在那邊吹 你是像話嗎 能看嗎 吹哪裡啊 如果他這麼矮我這樣吹 真的很像我在打他 對嗎 你在依附他 就很像我真的這樣子 在灌他兩拳這種 真的不行 對 前面吹了後面也幫我吹一下 真的 不行 好的 可以喔 你跟朋友去逛超市好了 美式賣場都比較高 對 你逛一逛他就會這樣 然後怎麼樣 吹有什麼障礙 就會這樣 就是他叫我幫他拿 因為他可能就像依依這種 對 拿不太到 然後我就說 旁邊店員 我長得像店員嗎 店員拿 然後我們要叫我拿 你長得不像店員 你是後母 後母也不想幫忙 對 然後不然就是上次有一次 我去買那個梯子 因為我們之前 我之前搬家 然後搬了一個比較挑高的房子 想說應該是 要來個梯子 有時候拿上面 成櫃的東西比較方便 然後我就去買 它就有分很多尺寸 然後那個店員 就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它大概有點像溫妮這種 可愛小小 小小型 然後妍妍姐 我覺得 妳要買這個最小的 然後妳說問什麼 她說沒有 因為妳很高 對 妳踩這就夠了 對啊 我說不好意思 我們家就是 有一點挑高 所以就是 65公分大概是兩層的那一種 對 她就是叫我買那個兩層 可是我就想要買四階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可能 因為妳家挑高五層樓嗎 不是 她就想說 剛剛買就買一個最高的 你也可以踩在一階拿上面 對 然後踩到四階拿更上面 對 我為什麼要去就那兩階 妳可以踩到最上面 就到鄰居家 也可以打個招呼 對 然後她就不讓我買 她就一直說 妳這麼高 這兩個呢 差一千塊 妳為什麼要多花一千塊 去買那個矮的層樓 她就一直慫恿妳 對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他們可能 那個有業績吧 我想 那我就還是聽了她的話 買了小的回去 然後 我就勾不到最上面的櫃子 妳耳根也還滿軟的 而且妳踩在那個兩階上 然後要 踩椅子就好了 拿櫃子要墊腳 其實是有點危險 對 就為了她這樣 我還又再回去換 然後想說 我到底是在忙什麼 對啊 妳為什麼就不買最高的那個 對啊 不讓我買 她就說妳們高個的人 都不知道這些梯子的用處 妳那時候後母臉就要擺出來 對啊 她後母臉不用擺出來 因為沒有收回去過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 不然就是有時候 你知道視覺的落差 比方說前面有時候 走一走路會有些工地 那工地不是會有那種桿子 對 高低不齊 那我們有時候就是跟朋友出去 前面就是那種 個子嬌小的情侶 然後他們就順利的就通過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是柔弱女子 我也不用在那邊假裝在那邊 自以為在那邊下腰 也通過啊 然後就假裝沒事彈笑風聲 然後就 就有一根就直接撞了個臉 然後那時候旁邊那個曖昧對象 還跟我說 你怎麼會這麼不了解你自己呢 你以為你跟人家一樣嬌小 然後就覺得好傷人喔 真的 那一刻就想說 原來高也是一種錯 而且高個的撒嬌 連我自己都想打自己 高個的撒嬌真的不好看 真的會 連自己都想給自己兩拳 所以就覺得 算了 我不是跟你講 不信你 現在的話我們三個高個人 然後來學溫妮 你很久不見 你看完蛋漆還真好 娘 你們怎麼這樣那麼大雞啊 對啊 為什麼撒嬌也沒有那個聲音 要不然他們撒嬌 你們撒嬌 依南 你跟那個盧哥 假裝他是納豆 你撒個嬌 我會 納豆 你都什麼撒嬌 我就這樣啊 我說阿弟 我們等一下去吃壽司好不好 好 你是猴子嗎 你是不是可以再嘲罷 對 我這樣很像壽司 你為什麼很像壽司 對啊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吃壽司嗎 壽司喔 是 松葉壽司 對 壽司 我想吃壽司 我不想吃壽司 拜託 拜託 還轉頭 轉頭 可以 我轉都學會我們 小禎姐也可以轉頭 你轉頭 阿B 你跟他去吃壽司 你去找瓜哥 來 不要這樣了 轉不了頭啊 你看 我們高個兒就是吃壽司 老哥你比較適合頭轉 你不是要上頭 你算直接對低層頭轉 可以啦 你比較瘦寫 柔軟 妳雖然170 但是妳... 差10公分有差這麼多嗎 有耶 10公分很多 來 我覺得 算了 可以耶 算了 因為妳後面已經有凸出來 妳還是... 太長了 我剛剛是即將有一點... 有感受到妳的尾椎嗎 即將吐吐 為什麼要自取其辱 麗婷應該也買不到什麼褲子吧 對啊 就像那第五名獎就是我 有一陣子我就很愛買像11這種 寬褲 然後妳就上網看 然後妳還問那個店家說 請問妳的拍照那個模特兒多高 她就說她166 我想說那也就挨我4公分 應該還行吧 那我就買了一個XL的 想說腰可以改 但長度盡量夠這樣 所以妳穿那種高童鞋比較好看 然後買來 我跟妳講 我包色 一次寄來4件 都像是去重點 很短啊 春菇 到這邊耶 XL耶 這什麼意思 到底誰可以穿 就是這兩位可以穿而已 真的 專真的 對啊 妳看麗婷就長男人院了 對啊 如果說她也高我個15公分 20公分 其實我也就變嬌小了 對啊 我後來想說我男朋友 怎麼樣要找一個高我 我還要這樣看她的吧 所以她就只好到籃球場去 好啊 後來就找到 妳老公當年幾公分 就跟幽麗一樣 18-23 所以她也高我13 其實 也高啊 你們有教過比你矮的男朋友嗎 還真的有耶 因為真的太帥了 然後打籃球打得真的太佳 也是籃球員 沒有 她不是籃球員 她就是在打籃球的 就是直籃 软球的样子 对 那个风靡的样子 你真的会被它吸引 它就是后卫那种很会 对 然后每次跟它打球 你就会疯狂地被它迷上 可是每次一到结束 要开始大家结束去吃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醒来 真的快 它越靠近你 你就越清醒 它168左右 还比一矮 对 它就比我矮了两公分 可是其实乍看 如果像我比较高 然后我又比较瘦 所以看起来就会真的高它有断 对 因为就是好像猪肝跟一个 对 然后你走在路上 你就会觉得旁边人在侧目 然后如果你要在那边 跟它撒娇 垂胸 你也会垂胸你后母 不是 我也有 后母没有年轻过是不是 后母年轻的时候也会 我也是这两年才变后母的 你会垂胸这一招 会啊 以前 好 看一下 我想看垂胸 那罗哥来 罗哥 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就是 会这样勾着要去吃饭嘛 亲爱的 我们去吃那个面馅好不好 好 面馅 那吃哪一家呢 我们去吃那个大肠面馅 大肠面馅有好几家 就是你上次带人家去吃的 不舒服 是不是 如果它又168 哪168 然后我在那边吃 你是像话吗 能看吗 吹哪里啊 如果它这么矮 我这样吹 真的很像我在打它 吹好 真的 对啊 你在欺负它 就很像我真的 这样子在关它两拳这种 那不行 不行啊 对啊 这不行 前面吹了后面也帮我吹一下 好了 可以 这好像爷爷奶奶都会一直 不断地给钱 我多爱去找外公下那个象棋 对啊 就在旁边站一下 我可以拿到一千块 对啊 你从小就要骗老人家钱 你在旁边 你知道关棋不语真君子 对 那你在旁边这样子 爷爷 加油 然后你旁边对战的那个奶奶 说奶奶 加油 拿一下 当时如果他 对对对 然后那场如果引他就 哎呦 你自己的孙子 哪会这么乖 好厉害喔 然后就一百 一百 站下午一千块 我那时候才高中 真的 那你去龙山市那边很多啊 你去站在那边 他不认识啦 忙什么啊 爸妈就是自从我生了女儿之后 因为我第一个是儿子嘛 第二个是女儿的 我觉得儿子他们还算正常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 第一他就是全世界宠 又是儿子 就反正常 但第二个他是女儿之后 我爸妈整个人知道 身性大变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多余的东西 因为我爸妈就觉得 你只要吃得饱 穿得暖 睡得好 活着 还呼吸着 对 就不用说有什么 想要什么糖啊 什么铅饼 没有什么那种 暗暗一堆铅饼盒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身外食物都不用的 所以当我妈第一次买了 我女儿喜欢的配配猪 周边回来的那一刻 我真的大惊了 我就觉得 我从小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种东西 你知道是很贵的 对 陪陪总贵 对于一个完全不会在物质上 消费的老人家来说 这根本就是奢侈品 他这没有一次送 他很厉害 他分大概七八次 每一次来都让我女儿爱婆婆 没有啊 经济很重 陪陪的那个婆婆 有一个小礼物要送 可是那你儿子看了 不会吃胃吗 他都会趁我儿子上课的时候 然后我都会说那些 是妹妹东西坏掉什么的 要买的 我不会刻意去告诉她说 那是礼物 可是妹妹还不会到说 哥哥你看 董哥 是吗 三岁怎么会这样 你看我都没有 他遗传你啊 对啊 不会落下流 然后故意在哥哥面前 用他喝水这样 但因为哥哥看 已经小三 所以他看到这些东西 他不觉得那是什么 如果你送一台汽车 这种遥控 他可能会吃味 有感觉 对 而这些就是他觉得那哪儿是什么 对 除了这个刚刚讲的 买东西没有节制之外 其实有时候干涉教育也是 隔代教养 你也不好意思去跟他讲说 阿嬷可不不不 讲了好像也白讲 对不对 不信你跟其妈讲看看 没 没好 我不敢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隔代教养也是蛮痛苦的 比如说我从小我爸的绝招 就是比如我有做不好事情啊 玩回家啊 他不会这样子疯狂 叙叙叙叙叙叙打我 他会叫我拔跪 然后一跪就是三小时 那种你知道那种跪是 你会脚不是自己的 对嘛 因为就是站不起来这样 那其实你从小受什么胶运 你长大通常都会被淫费 对 然后我就觉得你脸臭臭的 这样子疯狂 那你会叫他小孩 话高四四 你不要讲出来啦 其妈 所以你会 你会叫你的小孩发贵 对 因为有时候 儿子真的很可恶 就是很屁寒 欠重 可是我又不想要这样子 疯狂的打他 我就想说好吧 那种平静一点 就罚跪吧 因为我脑海里也就走这一招 然后跪有一次 跪了大概 我真的不夸张 大概三十秒吧 都不到一分钟 我爸就飘过来 不是嘛 他才几岁 怎么可以罚跪呢 我就想说听听看 他要有多荒谬的言论 我就说我怎么不很罚跪 他刚刚没礼貌 他就说你知道小孩子 膝盖很重要 如果他跪太久 他等一下站不起来 膝盖受损 他以后怎么做人 他以后怎么挺立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汉 他如果还想当运动员 他要怎么站起来 你跟父母 那你就叫他天天吃阿盖就好了 爸 请问我现在这个是益枝吗 对 我也是活得好好的 而且你也是跪三个钟头 对 而且我宜跪就是跪十几年 对啊 我也 我还不是活好 你真的还是蛮会犯错的 宜跪十几年 很容易画重点 好 每天他就喜欢打篮球 那就有那种课后 那五点下课 课后完大概六点多 我回到家也大概快七点 那小朋友回到家 就累累的也不想讲话 那摸摸在那边吃东西 我妈就飘过来 不是嘛 你让他上什么课 为什么要这么晚回家 然后我就还没讲 他就开始念 你知道小孩最重要是睡眠 你虽然让他们很早睡 可是他现在再回来 他要开始喘口气 他要放松他的心灵 他等一下还要写空课 他还要洗澡 他还要吃饭 他到底有什么心情 可以坐在这个家里面 你说 然后我就说 不是 妈 那个 那你为什么会同意 付钱的是你 但是他想上 对 我说不是 小孩运动很合理 不行 你看看他那卷容 卷容 他太累了 他一天要念书 他太辛苦了 我就说 妈 你知道我平常 以前高中都补习不到十点 那是你们那个年代 现在这个年代 什么都有话讲 我们要以食济进 对 以食济进 就是什么都有话讲 我就觉得真的是双重标准 是啊 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 起码在旁边就一直真的 真的 你们爸妈还有什么脱续行为吗 那我儿子八岁 就去学那个围棋 那我想说那个静静的平衡 先念 思考努力 对 然后在那边都不会吵闹不错 那一天他就问我爸 公公 你要不要下围棋 就是自以为学了 食堂课就把你讲 对 公公说 会啊 然后他说好 那一起来下 然后就期间就听到 我儿子医师说 这不能走这步 这不可以这样走 公公你不知道吗 那你刚才还骗我你会 然后我就火很大 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对长辈说话 然后就有教训他之后 就有稍微和平一点 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 我爸为什么每次在我家 他都要拿着那个手机 然后戴着老花眼镜 一直看一直看一个YouTube 他说爸 你是在学竹菜还是什么 为什么要一直看 他说没有 我在学围棋怎么下 然后他就上网搜寻那种围棋 好感人喔 然后他就这样 我这个走 对啦 上次那个你儿子讲 这步不能这样是我的错 好感人喔这整段 想说小时候有这样子陪我吗 下什么威胁 对 你想说没有意义 对 好好给我 对对 后来两个变成那种你知道同好 就觉得还蛮感动 真的这是蛮感动 真的为了孙子 那你如果你儿子在跟你的爸爸 就是儿子女儿跟爸爸妈妈 没礼貌的时候 你会制止吗 我们小时候没礼貌 你就记得会被打多惨 对 比如说跟阿公阿嬷 因为那时候对我们这个年代 阿公阿嬷讲话就是天跟地 我们根本就不敢忤逆 但现在就好像是朋友 有一天我就看到我儿子 就是勾着我爸的肩膀说 你以为是同学 我说手帮我放下来 我说手帮我没有礼貌 然后公公就觉得说 不会他这样很可爱 代表他爱我 然后他才会这样子 跟我有这种 尸体的接触 就对了 真的 然后我女儿现在的座椅 就是我爸的肩膀 他就会把他坐在上面 然后比如说去动物园 前面很多人看不到 来公公让你看到全世界 坐上去 看得可远的 你以前会坐在你爸肩膀上吗 可能没有这个情况 不可能 你没有童年 又热 然后又大 你知道从那个老人家 我爸七十三岁 真的 他可以这样嗑啊 对 你知道那种很酸的那种爱心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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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请问大家就是 我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很难相处 对 你有太快回答了吧 不是 你看起来就是 很难相处 真的喔 因为我们在综艺节目上 其实我就是一个 很爱开玩笑的人嘛 然后就会讲话比较直一对 然后他就是说他的先生很帅 什么的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比 就是那个荧幕上有很多韩星 那时候很红的那些韩星 那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话说 这样子 这还好啊 就是说拿来自信觉得 自己的先生跟他很像 可是这就是节目效果 对啊 因为每个人都说好像好像 好像好像那不是很无聊 对啊 然后他那句话之后 他就脸很臭 那因为他坐我前面 然后就想说 怎么好像气氛不太对 就录完之后呢 我果然没猜错 就是停了 大家不是猜麦什么的 他就把那个麦甩在椅子上说 现场 怎么尴尬 其他人那些都在 然后就一路地骂 骂你吗 对 以为你是谁啊 年轻人在那边讲话口无遮拦 我想说 我也真的就不过是说了一句 哪里像啊 然后他就说我这样子 那你有跟他道歉还是什么吗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应该要跟他道歉 对 讲一下说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然后我就经由一些关系打电话给他 他就不接我电话了 我 然后我打了三天 然后终于他就接了 我就说 喂 什么什么 姐 这样子的那个 真是开玩笑 就说 我跟你说喔 开玩笑是好有限度 他在我心中就是神 我 你这样说他怎么可以呢 我会说 没有 因为 就是 好 对不起 好想知道是谁 几个字老 大家都在开玩笑 为什么 我心里OS 就是这些旁边的人都在这样讲 哪一个人都有讲 为什么你只针对我 因为我就是长得比较 脸臭 对 然后真的讲话比较直 然后效果比较足 所以他就只怪我 我说那就是不好意思 他就说 我觉得你要道歉的人不只有我 你应该还要打去跟那个当事人道歉 他老公 老公 对 我想说哪有这个必要 跟我讲一下 那你真的不能说 我会说 你不能像刚亮喔 不会啦 因为 刚刚那个是已经 像刚亮 大字报都写出来了好不好 我这个是周刊有报 希望 好 知道喔 合理吗 很合理 非常合理 真的喔 这样搞得我们更痒 对啊 没有 所以从那个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哇 就是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奇怪的人 对对对 所以我之后就特别注重 因为我看起来真的会让人家误会